大家好 本期我们一起来讨论哪些因素给欧元区的经济带来影响的 是来自于Wealth Coaching.ch的奥斯蒙德·普拉姆 奥斯蒙德你好 欧洲央行可能在12月份的会议上扩大宽松 对于信息市场来说 这有哪些风险呢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之后 欧元区的经济基本面仍然是很脆弱的 而信息市场的表现将会给欧元区的经济增加更多的压力 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和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 今年欧元区由于希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 现在这样的趋势已经蔓延到了亚洲 造成了亚洲市场的经济数据出现了不稳定性 而欧洲央行对于欧元区的经济仍然是十分的担忧 将会用更多的资金来刺激经济 看起来欧洲央行正在加紧扩大宽松 美联储可能会升息 这将会引起哪些问题呢 好的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 您做太平犬 莫做乱世人 欧元区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贬值的趋势中 宽松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纸币将会被印出 然后流通到市场上 如果说美联储决定升息 将会引起两种现象 第一种是对于欧元来说 美元将会是有所上涨的 另外 对于新兴市场的货币 可能会升值5%到7%左右 美元将会变得更加的具有吸引力 在欧元区内 我们连续看到了英国退欧 芬兰退欧 希腊退欧等一系列的言论 芬兰正在选择是支付贷款 还是放弃退出欧盟 如果说经济没有好转 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如果他们选择退出 那么就意味着即将迎来新的货币 但是前提是需要付清债款 我并不确定他们是否将会这样做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 对于欧元区的整体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就是英国的公投 这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进行 而如果说芬兰选择退出的话 对于芬兰来说 必然将会选择弃用欧元 换成芬兰货币 而芬兰的经济也会给瑞士的经济 带来一定的风险 芬兰货币相对于美元和欧元来说 是量非常小的货币 所以贸易国之间的合作 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芬兰货币 以及芬兰经济的波动性 好的 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感谢邀请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